主料,鸡蛋一个,辅量,油少量,盐少量,饼干模具一个,葱花少量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鸡蛋一个,饼干模具一个,冷锅放少量油,模具里边涂一点点油,防止鸡蛋粘连,把模具放在油油那里,把鸡蛋放入模具里,再放一点点盐调味,开最小火,大底部发白,再盖上盖子, 开大火30秒到60秒,慢爆到10分钟左右,这样吃着好全熟,这样漂亮的花形煎鸡蛋就做好了哦,再用剪刀剪点香葱装饰一下,也可以加变生抽,味道也很不错吧,烹饪技巧,记住一定要冷锅,冷油,鸡蛋打入了再开火,你可以随便加你喜欢的调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